欢迎来到阅读雷达,Reading Vida 发现令人惊艳的书籍,探索丰富多样的阅读世界 本期为你解读的是人性中的善与恶 副标题叫做恐惧如何影响我们的思想和行为 这是一本心理学著作,英文原本出版于2017年 当时反响很大,无论是科学这样的专业杂志 还是华尔街日报这样的大众媒体都给予了高度评价 认为他对人性的研究很有启发 这本书提出了一个关于人性的突破性观点 人类会无私帮助别人,不是来自于互惠心理 而是来自于对他人恐惧的感知与共情 这本书讲人性善恶,按照作者的观点 善是指无私利他帮助别人,那恶自然就是自私了 那么人性是否生来自私呢? 很多人表示认同,英国社会学家道金斯 还专门写过一本书,叫做自私的基因 认为不单是人类,甚至所有生物在本性上都是自私的 自私能够得到更多的生存机会 这是让生物基因延续的生存策略,也是自然规律 不过我们能看到,很多无私帮助别人的善行 比如无偿献血和捐献器官等等 这些人都很无私啊 那这些利他行为,是不是能证明人性是无私的呢? 有人说证明不了 为什么呢? 分两种情况看 比如献血,你献血虽然不要报酬 但你想的是,将来你需要血液的时候 别人也能给你无偿献血,你考虑的是互惠 再看捐献器官 一般来说,接受你器官的都是亲人,是你家庭的一分子 甚至还带着你的DNA 他能活下去,就意味着你的DNA得到了传承 所以这两种情况看上去是利他 其实还是为你自己,也只是为自私的天性,换了一个套路而已 这听上去很有道理吧 不过,总有一些行为,没办法被这个套路解释 比如在高速公路上,冒死帮助他人 或者是向非亲非故者捐献活体器官 这些要强行用期待互惠期待将来获得回报来解释 就太过于牵强了 我们把这种行为叫做非凡利他行为 它非凡在何处呢? 主要有三个标准 第一是对向非亲非故 第二是需要承受巨大风险 第三是往往超出日常道德要求的 那么到底是什么支撑了这些非凡利他行为呢? 本书的分析就是从这里入手 挖出了驱动必他行为的关键因素 本书作者阿比盖尔玛什是英国乔治城大学的心理学教授 他是用大脑分析方法剖习他主义和人类善良行为的先驱者 所以,这本书也是从他擅长的领域入手 分析大脑对他人恐惧的感知与共情 然后再来分析其生物起源 最后再来探讨如何更好地激发利他行为 引导人心向善 和你分享本书的精华内容 第一,驱动非凡利他行为的关键因素是什么? 第二,人类如何在进化中形成利他天性? 第三,如何将这种利他天性更好地激发出来? 我们先来看第一部分 跟着作者去探寻人类利他行为背后的秘密 作者为什么会选择利他行为作为研究呢? 这和他19岁时的一次亲身经历大有关系 当时是午夜,他参加完聚会 驾驶汽车在高速公路上飞驰 突然车辆失控,在猛然旋转几旋之后停下 车头对准迎面飞驰而来的车流 而且这是最内侧的快车道 驶来的车速度极快 那个时候路上车还不少 他知道自己有生命危险 想赶快逃离 但车却怎么也发动不了 正在他手脚发抖等死的时候 一位路人发现了他 这位路人决定救他 先是在滚滚车流中 瞅准机会绕过来 帮他重新发动汽车 然后瞅准一个空隙 帮他驾车穿越几条车道 将车稳稳地停在路边 他得救了 你看这位路人与自己萍水相逢 却冒着生命危险搭救 不求任何回报 自己还没有来得及道谢 路人就悄然离去 回应一下非凡利他行为的三个标志 发现没有 这位路人就是典型的非凡利他行为 这件事的影响有多大呢 他不仅救了作者的命 而且改变了作者的人生方向 当时他在医学院念书 本该成为工作稳定待遇优厚的医生 他却因此放弃了继续攻读医学 来了个人生大患鬼 走上了心理学的研究道路 而他集中经历研究的问题不是别的 正是路人的这种非凡利他行为 那促使这位路人在一瞬间 做出非凡利他行为的 到底是什么呢 作者决定 利用严谨的心理学和大脑科学实验方法来 找出答案 要做试验 先得找到合适的备试者 也就是说 要先找到一群 做出了非凡利他行为的好人 好人不难找 根据2016年发布的世界捐助指数 任何一个月份 都会有至少24亿人 为陌生人提供帮助 仅仅美国一个国家 一年的个人捐款 就超过了2600亿美元 四分之一合乎献血标准的美国人 都会参加无偿献血 不过这些好人好事 大多数还达不到 非凡利他行为的标准 例如无偿献血 他对捐血者的身体影响很小 算不上风险巨大 也很难说远超道德标准 究竟到哪里找这种好人呢 那位冒险救出作者的路人 当然算一个 问题是到哪里找到他的同类呢 你可能会想去那种专门评选表彰 建议勇为英雄的地方去找 比如美国的卡内基英雄基金 每年都会选出数十个英雄 符合非凡利他行为的标准 例如1982年冬天 一架飞机坠入冰河 国会雇员斯库特尼克冒着冻死 淹死的危险 跳入水中就出了一名被困乘客 他就得到了卡内基英雄基金的表彰 还被里根总统称赞为美国英雄 不过这样的英雄人物总体上 还是太分散 难以寻找 而且他们的英勇行为 彼此差异太大 也不适于做研究 难道就没有办法了吗 作者找到了一个绝妙的群体 堪称非凡利他行为 研究的完美对象 那就是向陌生人 捐献活体器官的好心人 捐献器官听起来并不新鲜 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人 加入捐献计划 承诺在去世之后 捐出自己的器官 相比之下 活体器官捐献更不容易 想想看 如果你是一个活体捐身者 即使不考虑手术本身的风险 即使你留下的一个肾脏足够健康 这至少也意味着 你抵御肾病的能力大大降低 所以 绝大多数活体捐献者 器官捐献的对象都是亲人 他们感冒风险 为亲人换取活下去的希望 能为亲人做到这点 已经很不容易了 偏偏还有这样一群人 他们愿意承受巨大风险 将活体器官捐给 非亲非故的陌生患者不收取任何报酬 有的甚至不会把名字告诉患者 他们达到了非凡利他主义的至高境界 而且他们在捐助机构 留下了完整的信息和联系方式 为研究提供了很大方便 说干就干 作者马上启动研究 向这群人发邮件招募被识志愿者 一开始 作者还有点担心 毕竟这个群体人数太少 但结果却出乎意料 不到一周 试验所需的19位志愿者 就全部招募完毕了 有人甚至愿意 从几千公里之外辗转而来 他们为何如此热心呢 是因为他们相信 参与这次试验 也是一次有意义的善行 那么作者从这群好心人身上 发现了什么特质呢 通过精心设计的认知实验 作者发现 利他主义者相比对 赵祖并没有体现出明显优势 除了一点 他们对人类恐惧表情的识别能力 要远远强于对赵祖 同时 大脑扫描的结果显示 在看到恐惧表情时 利他主义者的大脑之中 有一个部位明显活跃起来 这个部位叫做性人体 它就是利他主义动机的奥秘所在 性人体是什么 它是你大脑里的一个部件 位于前额皮层正下方 差不多是你眼睛正上方往里面走 它的形状像性人 直径只有一厘米多一点 作用却很重要 和你的内分泌 运动记忆和行为都有关系 还会影响你对外部信息的识别和反应 有学者研究发现 新人体和人类对恐惧的认知直接相关 与恐惧相关的信息会直接传输到这个地方 然后驱动你下意识做出反应 传统观念认为 这种反应主要是应激性的 提醒自己做好准备应对危险 而作者指出 这种反应也包括对他人所面临危险处境的理解和共情 迅速识别他人的恐惧表情 产生共情 然后做出决定帮助他人 这样一来 利他行为背后的原理就很清楚了 大脑扫描证明 这群向陌生人活体捐献器官的利他主义者 他们的性人体相比对照组要大8% 而且功能更加活跃 这是他们能够更好地识别他人的恐惧表情 然后产生感同身受的强烈共情 仿佛那不是陌生人的事情 而是自己的事情 然后他们毫不犹豫地做出决定 帮助非亲非故的陌生人 哪怕承受风险 与试验同时进行的访谈证明了这一原理 这群利他主义者说 虽然没有和患者面对面 但自己完全能体会那种苦苦等待器官的患者 心中适合感受 这就是性人体驱动的共情 就像捐肾者哈罗德说的 对自己来说 捐肾不是一个决定 而是一个机会 能够帮助自己缓解内心身处 由于共情所产生的焦虑和痛苦 他说 如果我不捐 这个人就要死了 他觉得自己的做法理所当然 试验还显示 尽管他们的善行非常勇敢 承受了很大风险 但在生活中 他们并不是那种无所畏惧的人 他们敢于捐肾 却不敢玩跳伞 而且他们对痛苦比常人更敏感 这也是性人体发达的结果 说到底 英雄成为英雄不是因为无畏 而是因为他们更能体会痛苦 对痛苦体会越深 就越不愿意别人身处痛苦 不过最能证明这一原理的 还是作者针对另一个特殊人群设计的实验 这群人是谁呢 恰恰是非凡利他主义者的反面 冷血精神病患者 严格来说 冷血精神病是一种精神特质 这种特质让人极端自私 内心冷漠 冷酷无情 难以产生悔恨或是罪恶感 很多连环杀手都有这一特质 不过作者没有去监狱里找杀手做实验 而是招募了一群青少年 他们按照心理学的行为评定标准 已经具有了冷血特质 而且很多人已经在家人 朋友 同学面前 暴露了冷血和暴力行为倾向 对于这群人 作者设计的试验方法 和对利他主义者的试验大体相似 而结果截然相反 相比对赵祖 他们对人类的恐惧表情 非常不敏感 而且在看到恐惧表情图片时 他们的大脑性人体 几乎没有反应 同时在访谈中 作者要求他们 讲述自己的情感体验 他们对愤怒 厌恶 快乐 悲伤的描述都很清晰 唯独恐惧 很多人说不清楚 甚至有人直接了当地说 自己不知道什么叫恐惧 因为自己从未害怕过 另有一组试验表明 冷血精神病人的性人体 要比正常人小20%左右 这些成果足以得出一个颠覆性结论 冷血精神病的关键成因 在于性人体缺陷 而不是通常认为的家庭环境等等 性人体缺陷导致这群人不懂得恐惧 更加缺乏对他人恐惧 处境的理解和共情 他们的种种恶性 都和这个缺陷直接相关 这一结论 也从反面印证了作者 对利他主义者的研究成果 英勇的非凡利他行为 并不是处于无所畏惧 而是来自于大脑性人体 对痛苦的敏锐感知 来自于对他人苦难的理解和共情 这就是第一部分的精髓 就这样 作者把利他主义的研究 深入到大脑结构中 接下来他并没有以此为满足 而是继续向前去探寻下一个问题 那就是人类为何能形成这种特质呢 那下面我们就进入第二部分 要探寻这个问题 就得回到人类的起源时代 回到类人猿还不行 得回到生活在恐龙时代的犬齿龙 犬齿龙生活在大约2.5亿年前 这是一种卵生动物 长得像小仓鼠 他的幼齿个头微小 发育不全 即使破壳而出 也还需要母体提供温度和养分 否则就会夭折 在这种情况下 犬齿龙该怎么办呢 他进化出一种伟大的能力 那就是分泌乳汁养育幼齿 于是 他就成为了所有哺乳动物的十足 包括人类在内 从犬齿龙开始 哺乳动物的这种养育方式 使哺乳动物在心理行为和社会属性方面 相对其他物种产生了巨大差异 母亲不仅要供养乳汁 而且要照顾幼崽 并建立密切的情感联系 这一切会带来什么呢 作者说他们会带来爱 带来无私的奉献与关怀 关于爱是复杂的心理和社会现象 有很多种解释 不过作者从生物进化角度提出一种新解释 母爱是爱的最初起源 最初是一种有利于更好养育幼崽的进化策略 不过随着生物不断进化 特别是部分生物形成社会 爱的对象和含义也越来越丰富了 来看看这个过程 母爱往前走一步会变成什么 会催生你母亲行为 将爱的对象由自己的幼崽扩大到其他个体身上 有个著名试验 无知怀孕的鼠妈妈面前有鼠宝宝 不断地掉落下来 如果掉落的是自己的幼崽 鼠妈妈会轻轻把它叼起来 放到安全的窝里 这很容易理解 不过如果掉落的不是自己的幼崽呢 试验证明 鼠妈妈们依然毫不犹豫出手相救 这个试验持续了三个小时 最厉害的鼠妈妈连续做了648次救援 依然精神抖擞 反倒是试验人员没力气继续了 这种母鸡行为还会跨于物种 你一定听说过 狗妈妈猫妈妈养育其他动物宝宝的故事吧 不过 真正将母鸡行为做到极致的 还是人类 你想想看 一个宝宝生下来 从父母到其他长辈和哥哥姐姐 再到医生护士月嫂 保姆老师 其实大家都在分担照顾宝宝的责任 这些都是母鸡行为 那母鸡行为再往前走一步 又会变成什么呢 作者认为 它就会变成利他主义了 那些具有超凡利他特质的人 他们对他人身处痛苦的敏感和共情 其实就来自于人类进化过程中 对于弱小婴儿的关注与共情 听上去好像有些道理 不过你也可能会说 这些大多属于分析推断 缺乏过硬的证据 没关系 作者告诉我们 试验已经证明 与婴儿相关的特征 包括面容和表情 还有啼哭的声音 能够迅速激发大脑性人体 进入活跃状态 还记得吗 前面我们说过 性人体也正是人类 对他人苦难产生感知和共情的 关键中枢 在深纳一 不 在你的体内 是谁来指挥性人体 进入活跃状态 产生感知和共情的呢 研究发现 其作用的并不是某个大脑结构 而是一种叫做后叶催产素的物质 它最早出现在全齿龙的大脑中 是哺乳动物的特有物质 试验表明 即使是那些具有冷血倾向的受试者 在被喷射了后叶催产素之后 他们对婴儿面孔的好感也会增加 体现更加强烈的母性 与此同时 他们对他人恐惧表情的识别能力 也会明显提高 婴儿面孔和恐惧表情之间 存在什么关联吗 你再想一想 你恐惧时会变成什么样呢 你的眼睛会变得又大又圆 嘴唇会掉起来 嘴巴会微微张开 下巴会缩回去 拿张纸画一画 或是在脑海当中想象一下 这不就是很像一张婴儿的脸吗 这种相似性并不是偶然的 想想看 你身处危险之中 露出恐惧表情 和婴儿面孔高度相似 这样一来 如果有他人在场 就有可能迅速激发 他的后叶催产素分泌 引起性人体的活跃 然后对你施以援手 你得救的概率 就会大大增加 看来 人类的恐惧表情 变成这个样子 也是一种 有利于及时传递信息 争取生存机会的进化策略 事实上 你的大脑对婴儿信息的处理 和对他人身处恐惧状态的理解与共情 都是基于同样的进化机制 其实是同一个链条 在这个链条中 外来信息刺激后 叶催产素分泌 指挥性人体进入活跃状态 然后采取行动 或是给予婴儿关怀照顾 或是给予他人无私帮助 无视是否得到回报 甚至忽视代价和风险 这一系列复杂的过程 源于哺乳动物的进化策略 是从全齿龙到人类不断进化的结果 而那些做出超凡利他行为的英雄 在这个链条中的表现 比一般人更好 正因为人类利他行为是进化的结果 也就可以说 即便大多数人做不到 非凡利他主义者那样无私 只要性人体没出问题 这个链条也还是起作用的 来自远古起源和大脑深处的力量 足以驱动我们对他人保持一定的同理心 帮助他人做出或大或小的无私善举 这也是你我身边始终有无数人满怀同情 坚持行善的深层原因 即使有些人仍然坚持自私是人类的天性 你至少可以说 无私帮助别人的利他行为 同样也是人类的天性 而且它比自私天性拥有更强大的证据 上面说的是第二部分 人类利他天性的进化渊源 既然利他行为 源于哺乳动物和人类长期形成的进化策略 也具备生物和化学基础 它足以被证明为一种人类的天性 不过对于这种天性 后天因素是否可以对它产生影响呢 作者认为这种影响是存在的 也就是说我们可以努力创造条件 让人类利他天性更好地释放出来 让人性变得更加美好 这就是第三部分的重点 为什么可以这么说 书中有一个案例很能说明问题 一位患者由于后天疾病影响 在十几岁时大脑的性人体严重受损 看上去它的处境和那些性人体功能薄弱的冷血 轻向人群一样了 试验表明 它对他人恐惧表情的认知和理解 也出现了严重的障碍 不过从它后来的生活轨迹来看 它并没有变成冷血精神病 一直是一个善良而慷慨的人 让它逃脱冷血宿命的力量 是什么呢 作者认为 主要是因为它在生病之前 已经在积极健康的环境中生活了十几年 这让它形成了正常认知和利他习惯 即便后来性人体受损 来源于环境的习惯力量 也足以让它对抗生物学上的冷血因子 那么究竟如何创造条件 改善环境 让你我的利他天性更好释放出来呢 办法还是挺多的 有充分数据表明 经济条件的改善 对于激发利他天性 具有明显的积极作用 例如一项关于美国各个州 肾脏捐献情况的调查显示 经济条件比较好 生活比较优越的州 捐肾的比例明显比较高 这和很多人脑子里 为父不仁的思维定势 可能有点矛盾 不过分析起来也说得通 经济条件较好的人们 帮助他人的能力就会比较强 后顾之忧会比较少 由于经济条件极度恶劣 导致心理扭曲 对人性缺乏信心的情况 就会比较少 这说明发展经济 提高收入水平 不仅能让你生活得更好 也能让你更善良 除了经济水平之外 文化水平的提高 也有利于激发人的 逼他天性 这个看上去也不难理解 文化水平越高 知识传播越充分 对于利他主义的宣传和提倡 也就越充分 有利于促使人心向善 不过 这方面另外还有一个有趣的现象 有研究表明 对于虚拟作品的阅读 比如说读小说 能够显著提高你的共情能力 进而改进你对他人苦难的关怀 让你变得更加善良 更加乐于助人 相比之下 阅读非虚构的学术著作和技术著作 没有这个效果 看电视看电影 也没有这个效果 这是怎么回事呢 原来只有小说 这样的虚拟文字 足以让你对其中人物的遭遇和情感 产生代入感 一项研究表明 读一个关于失恋者的悲伤故事 就足以让读者 变得更加愿意与他人合作 相比小说 非虚构作品过于写实 电影电视呢 又过于具象 反倒会对你的代入和共情造成障碍 看来多读书 读好书 特别是读一些 足以让人产生情感共鸣的优秀小说 也能让人变得更有同理心 除此之外 还有一些精心设计的专门项目 有助于激发人类的利他本性 例如美国的同理心之根项目 这个项目已经持续20年了 它针对小学生 安排他们参与照顾婴儿 以此激发孩子们的母爱能力 从而让孩子们从小就培养 逼他天性 结果孩子们的暴力行为显著减少 也更加愿意互相帮助了 同时 某些重视行善的宗教修行 也能够发挥作用 例如 在世界捐助指数排名中 缅甸的表现超过很多发达国家 甚至多年居于全球第一 说到经济条件 缅甸并不突出 但这个国家盛行的小城佛教 发挥了重要作用 最后对释放利他天性来说 有一项工作和我们每一个人息息相关 那就是我们应该对人性充满信心 首先 人类的利他天性是有心理学 大脑科学和生物学证据的 其次 统计数据显示 人类社会的发展趋势 是人类的彼此伤害越来越少 而利他主义的善良行为越来越多 欧洲的凶杀案 现在只有中世纪时的五十分之一 二十年里 美国的人均捐赠额增长了两倍 参加无偿献血的美国人 逐年增加 目前已经提供了全国用血量的百分之一百 那么 为什么很多人会觉得 身边的坏人坏事越来越多了呢 这是因为 人类具有关注坏事的消极认知偏见 这是与生俱来的心理特质 媒体为了吸引眼球的煽风点火 也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如果你能穿越这种偏见 对人性充满信心 也就能形成对有利的心理暗示 激励自己的利他行为 相比那些杀人放火的冷血罪犯 你应该更加关注那些 无私奉献的非凡利他主义者 关注他们的善行 关注他们对陌生人的态度 以此激发 自己内心深处的善良天性 好了 这本书的主要内容到这里就差不多了 我们来回顾一下三方面重点内容 第一 驱动非凡利他行为的关键因素 是大脑性 人体对他人恐惧的理解 对他人苦难的共情 补充一下科学结论是 性人体大的人更能共情 第二 人类的利他天性 来自于哺乳动物 在进化过程中形成的母性之爱 第三 发展经济和文化 让每一个人对人性保持信心 有利于将人性中的利他因素 充分激发出来 最后补充一点 阿比盖尔玛什 对人类利他天性 和善良天性的研究 目前还在继续深入 按照他的研究成果 做善事帮助他人 不仅对社会有利 还可以给你带来很多好处 做无偿志愿服务的人 在医院花费的时间 能减少将近40% 英年早逝的死亡风险 也会降低24% 这意味着什么呢 想象一下 当你选择善良 做出利他行为的时候 如果再有人在旁边冷嘲热讽 说什么好人不偿命 你就可以放心大胆地 把这些内容分享给他 告诉他不是选择做好人 而是天性如此 而且我这样的好人 会被上天眷顾 不用羡慕 好 以上就是这本书的精华内容 以上就是这样的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